训练前的这种热身 你要快速地找到一个比较好的状态 我们需要怎么去训练 怎么去调整 如何调整打球状态 简单一点的 就是大家可以平时这样 你做一做这种过胸的这个运动 如果很长时间没有打球的情况下 你突然去打球 你很容易会出现这个大地 这个肌肉这种酸潮 所以我们要先把这个大地 多个这块 要活动开 而且呢 大家可以在活动的时候啊 稍带着练一下我们的这个协调性 就比方说像我们正常的那种顺势 就一个方向 对吧 一个方向我们这样去活动 所以这样 就是左右手我们转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对吧 大家看我这个左右手转的这个方向不一样 后来再倒回来 大家在活动的这个过程中 还可以练习我们整个这个胳膊的协调性 对吧 先在练一练这种功 找找这个节奏 对吧 使用一点的 稍微熟悉一点的情况下啊 大家可以稍微的往后退一退 慢慢的拉一拉球 对吧 慢慢的去拉一拉 稍微轻轻的拉一拉 先活动活动 找找手上这个档节 对吧 现在也要 体力也会有所下降 可以先慢一点拉 先拉住 对吧 稍微的适应一下这个球以后 稍微这样半眼一点 这样轻轻的拉的时候啊 再回到竞材 再勾一勾 这样不光是练你的手感 练你的肤力球 还练你这个 前后的这个距离啊 大家有时候就有那种 就是打球的时候胳膊发紧 后来就觉得 打完球胳膊特别疼 都是因为我没有热身 他一定要热身去 这些一个训练啊 感谢开转身